阿难教什么 内密菩萨恨 外现身文仪 大家都知道阿难 为什么讲阿难是内密呢 那其他的尊者不是吗 不是 他不是这样讲 他是在信用德相说的 这一念是佛的这一念心叫阿难 你只要有是佛的心 他所有的作用都是外现 在任何行为上开始懂得回头 所以他才会有什么 他才会有走入淫世 因为他就是在过去的感觉之中 懂得如何回头 那感觉现前都是淫世 一个一个感觉一意的地方 差别的地方 所以他外现都是身为一样 但是你就在这个外现的行为之中 其实你内密的是什么 菩萨恨啊 你内密的是照见根本决体 根本复兴的作用 所以他不是指哪一个阿难是 他是指你的德相的阿难是 没错啊 你要中的内念心就是内密 菩萨恨 外现身为一样 你才会知道这一切过去圣人的名字 都是你现前念念之间 当下能够返寻潜移默化 当下成就圣先 这个名字的作用 这样子的话 你才知道这个世间叫以绝应绝 不是那个名字阿难就是他 那个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一天到晚跟你讲 阿难 内密 菩萨恨 外现身为仪 你要教你们属他人财宝吗 所以你要将来行者 将来学院中的所有学人 你要会开始这样思维经典 那叫贯穿 那个叫贯穿 后来他可能也是在问说 为什么阿难是到了 卷八把还是卷吉 我没有太 没太注意了 但是就是在 这个 讲到这个五十五菩提 真菩提录以后 然后呢 再去佛又告诉文殊势力啊 这个大佛顶手 令言经的种种明目以后 这个经文就讲 说是予以 即是阿难吉诸大众 得蒙如来 开示秘印 波达那意 坚文此经了意明目 顿悟禅纳修尽圣位 增上庙里 心律须灵 断除三界 修行六品 维系烦恼 这一卷中才断除三界 修行六品维系烦恼 断除三界修行六品 维系烦恼 就只是二国 斯托汗 这个时候到这个时候 那个信 李修尼多阿罗汉 他才是斯托汗 那他是叫义来 你明白了五十五真菩提路 你前面已经告诉你 已经知道那一心 你不是在感受上 现在又知道菩提路 所有的一切 真菩提路 什么实地啊 那些 妙诀 等觉妙诀 真菩提路 然后也知道 了知此经 迷目了 也知道原来是 迷乎清音 旧乎清音 念念之间在这个上面 那个于信于向 于信于用 于德于向 你也明白 你这一念心的作用是什么 就从此就在这上面修 就是一反 绝对不是二反了 所以在这个德相之中 仿佛 他是二国 那你不要以为 他真是二国 他内密菩萨恨 他外显身为一样 光这个身为一中 他设一切功德行为 就早已经念念 真上了